彰化路港有两名机车双载的男子行经中正路时心存侥幸跨越双黄线 想要切西瓜穿越马路 但是骑到对象的时候发现巡逻袁警老早就跟在后头 当下骑士停车的瞬间 袁警也神童步当场拦截 骑士立刻吃法单 两名男子骑了双载 骑在双黄线上慢慢滑行 等待对象轿车先过准备过马路 这一刻确定没车骑士油门一吹 切西瓜穿越马路 后方巡逻袁警神同步一秒不差一骑转 微微骑士发现袁警就在一旁 脸上三条线 安全还是要注意 相关就会比较方便 蛮刚好的就刚好可以检举这个违规事项 两台机车平行一动一秒不差 直骑骑士违规 袁警没在客气立刻开出1800元罚单 单场发现民众违规 因此立即燃亭劝导取缔 并非网路所传的警察跟着交通违规 民众违规快越双黄线 地点就在彰化路港中正路上 直线道路长达两公里 违规逆向天天上演 为了买披茶的也有载小孩的 最惨的是这位大哥 强快快越双黄线直接被撞飞 警方统计中正路上平均一星期 就会发生二到三起车祸 违规骑士心存侥幸 说转就转 不只对象监视器全都录 也得小心警察就在身边 借贷人贸彰化 猜不得